哇塞 玻璃圍牙上面 这地图标注的所有地方 我好像都去过了 天呐我要住的那个潮海的海螺酒店 和最壮希腊风的酒店 全部都满了 而我拖了行李 还上了个山 全都满了 太火了吧 这家也满了 怎么这么火 是不是这一个地理位置的 这个方位全都满了呢 而且这几家酒店 超级超级的漂亮 我要把我箱子拖下去 刚刚那个山坡上 非常美的 那一个角度 整个一条街 就这里进去 所有的旅馆全部满房 价格是250波喜 那我就出来不想拖太远 就问一下旁边的这家hotel 哦它是一家hotel 160 不含早餐一个晚上 而且它没什么景观 也看不到滴滴踏踏踏踏踏 那我还不如 直接去下面找一个小旅馆呢 看我为了那几家 美丽的酒店 从那边上坡 这里上坡再加梯子 这个高桌满房了 我还以为现在 不是什么旺季呢 这家湖金酒店也满了 它外面的庭院非常美 你不要看 这家酒店很陈旧哦 它外面有一个棧桥 直冲迪卡卡湖的 里面的环形落地窗 也非常非常的好看 是真正的酒店的房间 也满了 疯了 我找了家内陆的 但是它的顶层可以看到湖景的 也满房了 这个小旅馆也满房了 第一天入境玻璃维亚 直接从这里坐车到拉卡斯的时候 也是夜晚六点半左右 就走过这条最奇妙的 小真相的街 不是靠近湖边的 反而特别有生活的气息 一看就是 非常受欢迎的地方 跟毕鲁那边的滴滴卡卡湖 感觉还是不一样的 我更喜欢这边的氛围 今天去的在山坡上的 另一面 非常清新的 酒店没有住到 能住在那里的 一定要住在那里 以这个酒店为核心 这个酒店是最靠近顶端的 但是大家之前的两份 座也特别特别美 这一座三星的 稍稍矮一点点 但是有非常大一个露台 还有阳台 还有阳坡 住在那里很舒服 如果住不到那里 就住到小镇中间 吃饭呀 散步啊 就非常非常的方便 而且那个山坡上的酒店很便宜 250波起 嗯 怪不得那么快就定工了 因为 从它图片上的住宿环境 床铺环境 还有那种清新的绿植 还有那个俯瞰滴滴卡卡夫 码头的那个温度 像沙滴一样的景致 是值这个价值的 另外一个就是住他们的传统酒店 我去的一家黄色大酒店 叫这个名字 它虽然外观不好看 但是它也在滴滴卡卡湖 平面的旁边就不是俯瞰了 它有一个棧桥一个小花园 但我不敢保证啊 我没有进到它那个棧桥和小花园 不知道跟图上相比是不是一致的 价格应该也是在200到250之间 如果这两个地方都住不到 你就干脆住到这个城中心附近 大概价格在60到100之间 你都能住到 就千万不要去住那种 不偏不倚的 又是在湖边的那个小路上 它又不靠近湖边 但是呢又不靠近这一个主要街道 就没什么意思 我还是价格还不便宜 这边的民族服饰 衣服的价格 不一定有Cuzco的地边摊的便宜 但是玻利维尔的数码产品 还有住宿是真便宜 住宿跟网上室友挺大差距的 主街上就是一些小字的餐厅 还有欧美餐厅比较多 在这个岔路上 就当地的餐厅比较多了 还是之前吃到过的炸鸡配薯条 油炸牛排肉配薯条 就是那个 牛肉饼配鸡蛋 这个是炸鸡排 诶 这个也是Cuzco的 诶 但是这个浪摩 就很像Cuzco的 有什么不一样啊 在那个主街往上走 左边这个岔路上 本来在这两家 徘徊犹豫要去吃哪一家 但我看到前面还有更多的 再去看看有没有什么更有意思的 因为这边的住宿虽然便宜 还是比玻璃威亚其他的住宿要贵 我还以为吃的也很贵 只有跟玻璃威亚其他地方一样的 都是10波鸡 现在看起来最贵的 玻璃威亚的路边摊 和大牌掌 这是在 Dewanaku那边 都是15波鸡 味道还不怎么样 我走出来更热闹了 跟旁边那条主街道平行的一条街道 哎呀不知道吃什么 反正都是差不多的菜系 啊 出差 分鱼 第一天就吃到了 吃了两条海 天呐 Dekaka湖真的好受欢迎 因为玻璃威亚 输了海岸线 所以现在只有Dekaka湖了 虽然现在没有游人 本地人也经常来 毕竟塔利首都拉帕斯 只有四个小时不到的 大巴车程 如果自己开车 会更快 难以想象 没有疫情的时候 加上游客这里会有 多么的热闹 这个热闹的街区 就在我们今天停车上车的 那一个小公园 往上坡方向走 我又到了一个区域 又是不一样的 这样是很纯粹的街边 而且它不止一条热闹的街 我看下来有三条 到四条热闹的街 这里是烧烤 我还是吃烧烤吧 我们看到了三串 是牛心的 超级好吃的 天哪我没想到这么贵 我吃之前应该问一问的 他们只要了一串 我上来就说给我三串 吃完以后还给了他20 等他找了一个 他说你给的还不够 西波一串 我吃了21波 那个牛肉排 牛肉饼 鸡腿 它10波 下次应该先问问再吃 但确实很好吃 可能好吃点在于它比较薄 之前在 秘鲁吃的 它是 它分量很足 但是它稍稍有点厚 稍稍有点厚 就心气比较足 但它还有玻璃维亚的一个传统的 特点就是 咸 我现在去找点水喝 我现在又沿着 以那个等候 公共汽车的 绿色花园为中心 为分割点的 上坡的 步行道 往下走了 两旁就是一些酒吧餐厅 人气大概三分之二左右吧 估计价格不菲 但是和谈情说爱 哇 走到这条路的尽头 就有一个大大的毛 毛后面就是滴滴卡卡糊了 只是因为现在已经天黑了 什么都看不到 好像也没有什么好看的 路灯来映衬它 确实没有什么夜景景观 若干条木板站道 通向船只 没什么看到 好冷 往回走 我现在从战桥上下来了 就沿着它湖边的这条 道路在走 这就是它湖边的这些hotel 我觉得性价比不高 因为景色就这样子 要么你就住在山坡上 要么你就住在内陆 湖边一排这种 餐馆 但是都没有什么人气 看这个冷清的湖边岛 和人流汹涌的 内陆步行的 走过那些大排档 倒是有这种街边摊 人气还挺不错的 在这里喝啤酒 好冷啊 现在九点半了 慢慢走回去 喝啤酒 攝影師 攝影師 雷 小快 cuerpo